我想要请我们现场其他的 有在这边的市府的一级主管 今天有带电脑来的 可以麻烦举手一下 可以麻烦把你的电脑拿起来 让我看一下吗 好的 谢谢 我们看到教育处 还有这个又是渊翔处长 有带电脑来 渊翔处长请问一下 你这电脑的那个 有没有光碟机 没有 谢谢请坐 渊翔处长刘处长有没有光碟机 没有 好 我们再听另外一段录音 小姐你好 请教一下 我那个车子 行车记录器有錄到有人 骑车乱丢垃圾 那请教一下我要怎么检纸 怎么检纸 你要把它烧成光碟机过来 要结成 要结成照片 剪取照片 那个他的 它的顺序流程 然后要 贴在那个卧的档上面 说明时间地点 行为车炮这样子 请教一下你说的是 我要把档案 做成光碟 做成那个 你烧成 烧地毕地这样子 民众打电话到环保局检举乱丢垃圾 但得到答案却是 要民众烧成光碟片 让议员张志豪觉得傻眼 我们接到一个民众的陈情 就是有遇到 这个垃圾乱丢的状况 想要陈情 想要检举 结果竟然被我们的环保局说 你要烧一个光碟过来给我们 就连我们自己 市政府的局处一级主管 电脑都没有光碟机了 你现在跟我们说要烧成DVD 还要做成为了党 什么时代啊 市长 这样感到 这个我们要修正 我是不是可以请环保局说明一下 然后之后我再补充 谢谢 什么时代啊 市长 这样感到 这个我们要修正 我是不是可以请环保局说明一下 然后之后我再补充 谢谢 议员 副议长 各位异座 谢谢志豪议员的吹询 我自己有发现这个问题 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 检举奖金 从30%提高到50%以后 有蛮多的民众 现在烧光碟这件事情 确实对于现在的环境很不友善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一个 折中的办法 因为有许多的民众 他们会直接到环保局来 来这个检举 这个相关乱丢垃圾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有 在我们这个环保局的一楼 我们有暂时先成立一个柜台了 就说民众通常会用手机来 拍这个影片或照片 所以我们现在会请民众 他可以直接把他的手机 就不需要透过光碟片 他可以直接上传到 这个环保局的这个电脑里面 当然我想这是一个权宜的做法 因为毕竟民众还是要跑一趟 所以像您刚刚提到的 透过网站 可能可以直接上传 或者是透过一些云端 相关比较友善的方法 这个部分危险环保局一定会继续来 持续演绎 跟议员报告 我觉得刚刚局长这样讲 我觉得应该还有在增加 跟补强的空间 例如我们可以成立一个line app 然后他直接就把影片 加了我们的line以后 就传给我们等等 对于民众举报 乱丢垃圾的程序不友善 市长谢国良也回应 将会检讨改进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谢谢署长的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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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